看比赛了 关掉了 也结束了 我刚刚才从医院回来 这边历史战绩 我们看到把本是 2比0 在虚空之一的时候应该是 然后总的战绩是3比3 看这盘 这次超级赛 Gym跟巴奔会怎么打 反正现在人组的打法 是比较多变的 现在人组打法 我死了 我卢士 他有个毒把我的大元素毒死 医生说什么 没排到医生 最后就让医生帮我开了个药 我多少分呢 8000分的呀 我8031 我最后就没排上医生 太多人了前面 然后我就只能回来了 让他开了个药 开了个头包 开了个假消措 我回来赶紧把头包吃了 昨天晚上牙齿又肿了 我这个牙齦炎翻了 然后牙齿肿子非常厉害 脸都半边都是肿子 这就是传组的 就是他想要你攻击 他想要你去攻击 因为他的抵抗的比较弱 俊姆也防得很稳,没有什么太多问题 关门 前期防守双方带是比较稳健的 巴本选择了一个VS开 孙哥,我牙齐已经一个星期了 我前面以为吃点假条做就好了 结果昨天又变严重了 本来都差不多要好了 昨天又肿起来了 所以我没办法就只能去医院 先开点投包先吃吃 然后我预约了下个星期的一牙一 感谢球奶不中六大马 牛腱的一个废弃感谢兄弟 这些东西 哎呀,妈的,以后只能把这牙齿拔了 然后中一颗牙可能才会好 上来,拔本,哎呀,血量控制的不错哦 啥都没骚到 再上来,没问题 前面骚扰双方还是走的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流程 大家都走流程的嘛,无所谓的 李少这个比赛小比赛,我知道的 这个是小比赛算的 对吧,你接受超级赛还是最重要的嘛 这个以超级赛为主 刚才把本压了以后直接是转凤凰 还有点堵,那个俊姆是出地雷 结果俊姆没有出地雷 俊姆是直接选择了一个坦克推进 好,这边也看到凤凰了 会不会抓一个timing 最末是直接出了坦克三倍 好,拔本凤凰巨像 进来看一眼,找机会骚 有机会骚这个是,这个可以骚其实 其实可以骚 拔本有点求稳了 因为他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机枪 四个机枪,一个导弹车 他四个凤凰是可以骚的 双方的骚扰基本上也没做什么 拔本现在就反正出具象去 第一波就要看Dream的抓timing的时候 针盾一攻,然后带坦克一波过来的时候 拔本的凤凰台的怎么办 最近这个IG绝学又拿出来了 大家都把IG绝学拿出来 又继续用了 画质已经是最高了呀,我画质 画质已经开到最高了 你自己调一下兄弟 画质他们这个就是最高呀 我推的也很高,我推的1万K 我这边看到的画质还可以啊 好,强吃 还是不敢进去吗 这其实可以强吃的 拔本这应该是他最后的一个比赛了 他1月份要扶兵 好,强吃 终于是看清楚了下面形势啊 我靠俊姆,他妈这招中了这拨 这拨招的有点重啊 感觉有点推不出去了 这拨过来 兵不够啊 拔本你两个巨像呢 手这拨应该还是挺好手的 顶出来打就好了 顶出来逼你坦克架一次 然后巨像扫一下 巨像射程好了就可以顶出来 然后交手的时候直接凤凰过来 把你坦克抬了就好了 先顶出来逼坦克 逼坦克架 坦克下坡我就上 好,顶一下 巨母架得很早啊 这个架得非常的早 8秒等你收 收到这一刻可能要冲上去 刷了第二轮边 巨母收了 巨母看了眼不敢去 因为去可能就没了 三个巨像呢 三个巨像A得死人呢 就直接上把坦克一抬就结束了 就有大能的提速差 但巨母的操作第一时间是点巨像的 好,八本已经看清楚你炸了 但这个位置你还没打不到我 我还不挤 你再往前走一步我都要冲 好,直接冲 凤凤凰抬坦克 一二三 哎,有一个没抬起来 哎呀,有一个没抬起来 他已经把机枪顶走了 好了,没有问题 赢了 这个就是坦克面对凤凰巨像的时候 非常的无奈 基本上是打不出任何的输出 一吃就没了 这波吃完八本随便A了 极击了巨母 还是八本打得相当的轻松第一盘 非常轻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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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正确吧 他的第三盘 有点轻松 可能他感觉他需要移动 我感觉 他似乎只玩了图片 并不是游戏 你知道吗 我会说同样的事情 似乎他有一个计划 在这个游戏 我们的第二盘 我觉得巨母这个面对凤凰巨像 好像没什么办法 最近凤凰巨像真的有点强 看那天哈斯蒂姆有凤凰巨像 马入也没什么太多办法 别刷了 那个兄弟 那个什么47751155的 诶 AX这个就是一个轴赛 一个小周赛 这个结束是超级赛 那肯定是以大比赛为主的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李配男打个小周赛 我们就要 我们就超级赛不播了 我们就去播这个 那不是也是搞笑吗 对不对 别刷了 李配男的比赛 其他地方也找得到看的 你如果想看你配男比赛 你就去看就好了 疯了疯了 你妈烦死了 我操了 一直刷一直刷 说了别刷了别刷了 好了 上来双方第一盘我觉得 八本打完之后估计 后面还是会富王巨像 这边好像拿这个战术 没什么太多办法 这边好像拿这个战术 没什么太多办法 对吧 也还双开 然后我就冲王巨像 你能怎么办 继续双开 孙哥今天有事情 他晚上晚点来 他今天要陪别人吃个饭什么的 他今天要陪别人吃个饭什么的 三明开矿 VF 看拔本这边怎么选择了 估计还是VS 因为第一盘打的时候 发现你对这个战术毫无还手之力 那我第二盘继续VS 开矿 没有没有没有 卖橘 卖橘 孙哥就卖橘去了 你想今天杭州战啊 我靠 鲁石不是有杭州战吗 鲁石杭州战那个 对不对 那么多厂商的领导都在了 孙哥总要去陪一陪吃吃饭什么的 对啊 梁石杭在呀 还是VS 反正我就使得到你屁股后面搞 你不让你舒服采矿 然后家里面凤凰出来了 就可以防你投地雷什么的 凤凰用全面 跟上一盘的战术一模一样的 游戏圈也搞这一套面 要是大家 哎呀这种时候嘛 对不对 平时多 多交流交流 平时多吃吃饭聊聊天 对业务也有帮助 对不对吧 游戏圈就不吃饭嘛 游戏圈也要吃饭点 游戏圈也要吃饭点 我感觉俊姆这盘又很被动啊 拔本打得好顺啊 感觉 凤凰一出就三开了 三开了之后 然后继续出巨像 俊姆这盘是速三开 准备跟拔本打运营呢 哎呀 啥圈子都要维维系关系的呀 这很正常的呀 对不对嘛 你首先你事做的还不错 哎就大家 大家几个如果比如说我们 我们五六个人 五六个供应商或者五六个 五六个这个厂商 下面做事的人 那五六个人的活都差不多 你做的都差不多好 区别也不大 那最后肯定还是关系好的身处嘛 这不就是这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你在任何一个 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国家 对不对 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行业 都是这样的 在大家水平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那最终你选择的 就是你熟的关系好的 这样的因为你的信任感更足 对吧 你脸也熟对吧 你对这个人也了解知根知底的 那你就给他做放心嘛 这个件事情不是很正常吧 什么叫劣币去除良币 首先大家都是良币 我的意思是大家都做的好的情况下 你做的不好这个东西 你关系再好都没用 首先大家活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最终还是关系好的 做的肯定就给别人做 这个是很正常的 对吧 对吧 你活都不好 你专业性都不到位 那就不用做了呀 好的 直接速三 有的事真不能找熟人杀属 那你杀一次别人也不找你做了呀 因为你活不好 你杀熟呀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这个东西 你在一个圈子里面混 口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圈子很小 特别是像比如说我们混的这种游戏圈电竞圈 电竞圈这个圈子特别小 你电竞圈的圈子特别小 一个人如果你是个狗逼 你干了什么狗逼事 所有人都知道 你转什么圈都没用 你就在这个圈子 电竞圈就那么大一点 你转哪个项目都没用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是个狗逼 对不对 在资源倾斜的时候 就不会倾斜到你身上 你妈的要合作也不会让你合作 因为都知道你是狗逼 比如说 那比如说我就不能说了 比如说就不能说了 这个就有点过了 SC不会装机电竞 你毛你妈的 你说今天供应商也换了 对不对吗 服务也挺到位的 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会解决的 但是你说比那种 就是你说最 互联网上最便宜的渠道 你要说比它最便宜的 我们的确比不了 供应商的确没有那么好的渠道 但是我们的好处在于 首先第一个我们用的品 这个东西都是正品 对吧 你CPU什么都是盒装的 然后第二个是你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找得到我们 我们总会跟你解决 这点我们还是可以保证 我们不会跑路的 CPU有盒装和散装的 你们这些妈的 对不对 你妈的比如说显卡有矿卡 有二手的 有返修的 这不都是坑吗 你知道这些坑你不用猜 没区别 原来那你去买就好了 对不对吗 那你去其他店买不就完了吗 你觉得没区别 你就去买就好了 这个又不强求 是吧 这种东西都不强求的 你去其他店买就完了呗 好了 这边又来啊 还是上一盘同样的战术 又冲上去 抬坦克 但好像这个不用抬 秒不到巨像 不用抬 他直接先把维基先打了 剧目这一盘的兵要稍微厚一些 他是三开之后再推的一拳 做了一些调整 现在凤凰没有压住天空 好 这边挡住 反正把阿奔撕开也没问题 就看俊姆持续的压制 能不能打伤把本 构死的也在造 双方的节奏都不错 引刀 哎 眼神很好 直接抓了引刀 把把本的闪烁引刀也是憋出来了 五开也开了 反正这个时候就拼后期了呗 因为上来两个人就想好了打后期的 好 好了直接抽 但是巨像应该是站不住的 哎 哎 我已经被清光了 我已经清光了 巨像还有两个 但是现在还是要退着打 等叉子顶上去 叉子顶上去 这个可以打 还有两个巨像 这地方我已经被清光了 巨像站住了 家里面也被引刀砍伤了 2比0了 感觉俊姆打不过 打运营也打不过 打一波也打不过 这怎么办 连巨两盘手都没还 你把拔本那么轻松啊打军姆打得 感觉走个流程两盘 军姆已经傻了 两盘流程啊直接走傻了 看论坛卫一不发货 我问一问啊 我问一问啊 我去淘宝的群里面问一问 你不要慌啊兄弟 我来问一问 他们还没回我 我问哪他们还没回我 2比0啊 我先去弄下牙齿好痛啊 你们先自己看一下啊 我去刷个牙 我去用那个漱口水树一下 我去用那个漱口水树一下 咿是这个就标。 尹ười席时很昭� 息 и神经理 就시죠 因为Guy 优众质 fear 在他界面观出淀大法 一部分awks I see a lot of DT play on this map. Either Proxy is a Dark Shrine or you cut probes in one or two units out of the gateway just a little bit to get a faster ROBO. So you can do a fast drop with the DTs. Stats doesn't want to hear me talk about this. He's going for a Proxy Gateway. This is something he also used versus Dream in one of the series recently on Romanticide it was. and he completely caught Dream off guard because you know Stats is not this person that usually goes to these plays right Stats is the defensive macro player we always call him that when you always say specifically if he pulls these kinds of tricks into his repertoire he would be like the best for us in the world or something like that you always go for this and oh it's actually a star game yeah yeah but now I do like but now I do like I do want to see it this is definitely a good match this means to do to be the absolute best at this point now a reaper is going to come down and probably find this pretty quickly that's not going to really stop the oracle from getting out and we'll see how Stats deals with this type of situation just like this but this is the Supac Khosui is the point is around the world it's about the other way the double-screened it's about the other way this is void that's not going to really stop the oracle from getting out and we'll see how stats deal she's on one base she's on one base she's on one base if it's an oracle if it's a proxy stargate oracle into expand that would be so strange 什么 我们家电脑确实有问题 和客服协商无虎 没有啊 不可能协商无虎 你来找我 你直接论坛找我就好了 我肯定帮你 跟你搞得明明白白 绝对不会让兄弟们吃亏的 客服不解决 我们就解决客服 是不是 你来找我就对了 反正客服不解决 我们就把客服解决 好了 强吃 哎呦 这没了 这什么3比0呢 这 再打毛啊 再打第二个虚空过来 妈的随便戳了都已经 等你导弹者出来 他凤凰也出来了 然后虚空把导的 凤凰一抓导弹车 强吃 我觉得军木想退了 哎 把本操作稍微有点失误 导弹车护一下 凤凰 哎呀 他是勾他的 这个狗逼把本 他是勾他故意的 3比0你妈的 他是骗他的 假装卖了个破绽 把军木骗过来啊 那个导弹车 他觉得打得死这个虚空 然后突然被抓了 太轻松了 这个3比0 那已经麻木了 军木已经打傻了 这就是大勇格 上来一个轻轻松松的3比0 军木你妈 大痴呆了 你妈 哈哈 打傻了 嘴巴还没回过神呢 还在想你妈的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没回过神 好了 下一场啊 下一场是温馨队阿玛尼